我覺得 Happily ever after 這句話很不負責任 就是之後 什麼叫Happily ever after 我小時候會這樣想 因為小問題是 一首2014年的作品 已經是四年前 比較早期的作品 四年前去錄這首歌 聲音是比較 嗯 我又不用用少女來形容 不過是 自己可能也成長了 這四年前 對一些東西的看法 聲音不同了 全部錄過了 連和音也一樣 我想是 因為自己再成長了 你看的事情 或者你感受的事情 是比較細亂一點 以前就 會覺得 有一班朋友 大家互相安慰 這件事對我來說 是很理所當然的 自己其實都會 都會很期待 我覺得愛情是很美好的 在一石街等一個那是 二人朝從來沒有你 感情是很隨緣的 可以有就感上添花 沒有都可以 第一次失戀的時候 我就寫了 Better Me這首歌 我 我想現在都寫不回 Better Me這首歌 也要很感謝他 因為這首歌 我就入行了 現在應該是 學習獨處的一個階段 學習獨處的一個階段 自己是 天生比較 對很多 小的事情 對我周邊發生的事情 很容易會 去想 去分析 那件事 再分析別人的 感官 是 原來自己很幸運 有一班人 去接受我自己的音樂 令到我可以 去做一些很多自己 想做 或者不敢做的事 能存在完全為你 時光多麼好 其實我自己的創作上 一直都是天馬行空的 我一直都不會去 阻止自己做任何的曲風 如果有一天 因為紅館這個舞台 我很想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自己的初衷就是 一個表演裡 都是自己寫的作品 和你無限信仰 你們輕輕一晚 就是貌美 你 你